《生活之道》 歡迎大家收看 由息息源文化委員會 舉辦《生活之道》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講座 讓大家更加了解 道教和中華傳統的文化 今次《生活之道》的講座 目的就是要普及道教的文化 希望各位觀眾一種啟示 在《生活上愛月》 怎樣應用傳統文化的智慧 我很高興這一集邀請到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 他今次分享的主題 是《絕學無憂,談自然學習法》 講解對學習方法的個人體驗和見解 施先生在裏面提到 我們不要死讀書 更加要多接觸外在的世界 勇於面對解決問題 這一點我都十分贊成 現在我僅代表息息員 感謝施先生 在百忙之中抽時間 為我們分量他對生活之道的看法 大家希望能有所得著 多謝各位支持 我認為讀書都是刺激的腦 或者你去自然界生活 我很多小時候的知識都是自然界來的 你最少是怎樣學習的呢? 我以前沒有玩具 只是周三跑 我住在那裡 近禮之國那裡 有蝴蝶谷 我去抓蝴蝶回來養 我知道這麼神奇 蝴蝶會變青蛙 這個世界真是有趣 在水中會上網 譬如我小時候做蝴蝶標本 很棒 你自己做蝴蝶標本嗎? 先生叫我去抓蝴蝶 你抓了蝴蝶 我當然不用抓蝴蝶 我去找山上的樹邊 有些蝴蝶 毛毛蟲結了蝴 我就摘蝴蝶回來 讓蝴蝶慢慢變蝴蝶 蝴蝶很完美 蝴蝶剛剛變出來 不會是撲 採茶撲蝶 蝴蝶都被撲到粉又鬆 蝴蝶又脫 所以我的蝴蝶很棒 蝴蝶標本 這些就是知識 你會發覺蟲會變飛 波斗又會變青蛙 這些就是知識 譬如我去抓魚 以前網路都沒有 那我怎樣抓到魚 我就研究魚的生活習慣 原來有些魚是沉底的 在水底的 有這麼新浪 我用一個瓶子 挖個孔 在那裡 那些魚游過 有個孔 它就鑽進去 我放了幾個瓶子 已經收瓶子 已經收到魚 已經有很多 魚在裡面 也有些是油的 我鑽一個爛鍋 起了底 吸下去 在範圍裡面 爛 有些油過岸邊 我找一隻腳 撐一下水 上岸 沙吸了水 魚就在那裡 讓我收拾 所以這些就是 這些生活智慧 學回來的 我又觀察過孔雀魚 孔雀魚原來是直接剷魚 就不是剷鱗 是嗎 好像捕魚動物一樣 不是剷鱗 那個過程中 還讓我看到什麼呢 我看到 魚 即是生物 性行為的演變 以前 譬如普通魚 你看三文魚 剷鱗 拿的生一剷鱗出來 供的在隔離牌 給牠受精 這隻鱗有牌 那隻鱗有牌 那隻鱗有牌 生出來的 都不知道是哪隻 不知道是哪隻 那些孔雀魚 黑魔理 紅劍 那隻魚 它開始就搞 體內受精 就不是外面 我看到一些 因為一般魚都是外面 是 那些孔雀魚 會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在癡性的後面 接著牠的性器官 就撥上來 就會遠距離射精 但可能遠距離射射得不夠準 它慢慢開始 就跟著鐵鐵鐵鐵到 癡性旁邊射了 我相信將來的發展 就是拆進去射 這就是牠的進化 我也是 有空沒有工作 在魚缸邊看 我小時候被老爸罵 你養什麼魚 你有沒有聽過叫換物喪治 老人家先去買 養鳥 十歲八歲的年輕人養魚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買 而那魚都是在沙撈回來 撈到什麼就養什麼 我觀察到 我那時候 剛剛十多歲 開始發育 我發現原來 牠開始 尋求體內受精 體內受精 受精物生魚 又不是生卵 沒錯 目的都是保障基因 能夠繁顯下去 繁顯自己的基因 有更多機會繁顯 這些都是在野外觀察 學回來的知識 所以整天困住兒子 在家裡不讓他接觸外面的世界 不會學到 現在讀書 又要測驗 又默書 每天都在家裡做功課 我就 因為小時候要幫媽媽買菜 要幫媽媽煮飯 那我就 學懂很多事情 學懂很多事情 所以 譬如 那些學生做什麼 就是學什麼 我試過有一間學校 叫我的慈善基金 給他做 不是 撥些錢給他做 那些培訓 那些課程 我幫他設計了一個課程 就是這些體驗課程 是的 我叫他們組織學生 做一間湯雞 哇 很害怕 很害怕 一人分一組 叫他們研究 買一隻雞 回來做白切雞 很容易煮熟它就可以了 那問題是要自己湯 是 我說這個過程中 學很多東西 是的 起碼你知道 原來 人吃的很多東西 是要殺死生命 才能吃回來 你自己 經常在媽媽的菜那裡吃 只會看到雞腿 你知道你的食物來源 你知道一個生命 那隻雞臨死怎麼掙扎 是的 那中規有沒有學校 肯做這個湯雞的體驗課程 他說不行 當然現在人們怕痛怕養 又說雞屁股都不能摸 怕種菌流緊 那你還有什麼機會學習呢 那你當然要接觸自然 接觸其他生物 你才會掌握 你才會刺激你的腦 所以我認為學習就是 要刺激我們的腦系統 打通那些命脈 那你就會掌握知識 所以我自己讀書 是很輕騎的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 教了功課就算了 不用 功課都看過才教 為什麼會教了功課 因為老師給你這麼多做 我小時候很快得出的經驗 就是打手板痛一會 做功課做兩小時 哪樣著手呢 那就痛了一會 永遠都痛了少許 我散了很多生命去學習 很多其他更有用的東西 所以我老老實實 就是叫我抄書 我覺得浪費了 大字都要寫十個 寫一百個 整個版本寫一個字 先生懶不研究怎麼教我 就叫我抄書 你多無謂 所以我很輕微讀完書 我就接觸一下不同的知識 先生說這是中學的 先生懶不給你讀書下個星期考試 你知道我怎麼說嗎 你回答他什麼 我說考完試讀不行嗎 考完試讀我都會 考完試讀那些不是知識 那你考哪樣我發覺不懂就讀哪樣 要考過才知道讀不懂哪樣 所以之後讀 考試前讀書的人 當然沒有考試後讀書的人厲害 考試後來日方長 考試前只有一個星期讀多少 我大把機會讀來日方長 所以我的書大部分都是考試後讀回來 人其實一定有終身學習能力 因為我們的五官更健全 不斷地會接觸信號輸入腦 我自己先說記不記得 我通常不記得 不特別去記 我跟老師說 你說給我聽的話 我仿然大悟 我一定會記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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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懂得思考 最多就是 練口謊 練多幾句 所以我自己相信 如果那件事 你和原有的知識 是一體的 產生聯繫的 打通幾條線 令以前不明白的東西 都明白了 過來 中文叫謊言 原來如是 這樣你就會記得 沒有來爛爛的東西 硬硬塞下去 是單機的 如果有個小朋友 有一科專門是很差的 都不懂的 其實應該放棄的 不是放棄 知識周圍 第一個我告訴你 沒有什麼叫科不科 什麼科都在一起 我們的世界只有一個世界 你進到大學 英文叫University Universe 即是宇宙 宇宙只有一 就爆炸 什麼都在那裡出來 所以我們的知識 其實沒有那麼多科 科科都在一起 科科都在一起 有之間的連繫 每樣都有連繫 所以我讀書 以前叫我聽英文字 寫中文字 這個字這麼偏 以後都沒有什麼機會用 不懂的 不懂就沒有所謂 這個字這麼普遍 遲早都懂的 所以我 偏的也不用讀 整天見的也不用讀 讀書 不是很辛苦的 讀書 你就接觸多些 足身溫固 別人是溫固之身 我接觸新的東西 都可以溫習 舊時的東西 即是接觸新的東西 令到舊時接觸的東西 可以連繫起來 新的東西就會入了記錄 放在哪個記錄呢 我是放在天生給我的記錄系統 我的記錄系統 是幾千萬年人類進化 形成的系統 我甚至聽教授說他的系統 他的系統是他想出來他的門派 不適用的 所以如果不適用 不同系統的東西 你不要硬硬塞下去 塞下去你的腦會壞 所以死記是會弄壞的 當然我不否定要有一定的基礎的知識 你記了一定的基礎知識 你才可以互相聯繫 你沒有那個Data Base 你的信息就很難融會貫通 但是一定不要不知頭不知尾 你為了考試 你強硬塞下去 所以我認為 那些人讀書 就是求知識 一定是興趣指引 由興趣帶引 你對於自然的奧卑 社會的疑問不清楚 你去研究你去發佛 就要有個求知獄先 你是不明白一些東西去找 找了之後 立即放進適當的檔案裡 你帶著問題去學 你就不會入錯檔案 你為了考試過關 先生說這條題目最重要是答五個項目 哪五個項目有分 你就死記住它 我每次考試都不合格的 原因就是我看到這條題目 先去分析題目 去組織答案 這個組織出來的答案 跟他的五個項目不一樣 他就不給分 他就不給分 真的 這個世界當然是獨特的意見 值錢 比Model Answer 你出來做事 你去競標 你公司下標 想折一個項目回來做 根據讀MBA的時候 學回來的東西 大家千篇一律 別人誰選你 我又不是 我是自己讀的 那才值錢 所以我們教學生 愛一些不值錢的Model Answer 就不讓學生發展自己讀的答案 我們的知識大部分來源於錯誤 因為什麼叫知識呢 知識就是對錯誤的認識 不是對正確的東西的認識 英國有個哲學家叫Karl Popper 他的認識的認識 他的認識 就是叫做是錯誤的 證毅 證明的證 證毅的證 我們只能夠證明什麼是錯的 不可以證明什麼是錯的 為什麼呢 你也聽過黑天鵝的故事 以前歐洲人以為天鵝是白色的 他去湖邊看到天鵝是白色 昨天天鵝飛過白色 見到都是白色 他說天鵝是白色的 這些是一個肯定的陳述 所有肯定的陳述 可能遲些都會出錯的 所以最後去到南半球見到黑天鵝 一隻黑天鵝就可以把天鵝是白色的 完全推翻 完全推翻 但是否定的陳述就不容易被推翻 天鵝不是全部是白色的 那你就無法推翻 沒有人敢說他錯的 所以我們的知識都是對錯的 對錯的認識 所以你一定要讓學生犯錯 他才會學到東西 你只要記住正確的知識 就不是人類知識的來源 所以我們的學習方法 就是防止學生出錯 亦都防止學生學習了自食 所以你絕學無憂 就是跟著現在的學習方式 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你不跟著他 現在的學習方法 更好些 我讀了三間半中小學 兩間半中學 就沒有資格讀大學 我覺得我的學習生活很豐富 多姿多彩 我的知識 亦都不會見得比一般大學生少很多 所以你是很自然 很自然 在社會生活就會接觸到知識 就會提升自然 當你要去工作 要去生存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求生的需要 讓你不斷地要了解這個世界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學都不會不懂得 不過你學壞了 反而累累 所以這個題目可以很大 我先趕到這裡 看看有什麼問題你想提出來 詩先生 你現在說話這麼有價值 就證明了你以前所有老師 叫你回答那些模特兒答案 都是不合的 不是不合的 都可以有參考性 但是 如果一個人對 什麼叫天書 什麼叫人書 有一定的認識 知道我們的知識 先來於景觀系統 然後刺激的腦系統 去形成一些思想系統 我們的語言 其實已經包含了這個世界裡的大部分知識 有個哲學家叫維根斯坦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 他就很注重那些語言邏輯 其實我們的語言 代表我們的歷史上不同的人 接觸這個世界所掌握到的一些知識 你表達的時候 一定要將這些 跟自然一體的知識 要說出來 你才可以 語言才可以 傳到現在都可以 如果跟這個世界不一致 你就不可以 沒有人再說 沒有人再說 所以 語言系統經過了 千百年 人類語言就可能 十多萬 文字幾千年 是九經考驗的 所以 語言中也有他的知識 所以 如果是這樣 施先生 你如果給一些中共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 我們是終身學習 他們可能在讀書 或者剛剛讀完書 你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怎樣繼續去找到他們自己的生命 其實最重要是他熱愛生活 他對自己的生命 希望產生一定的價值 他就會不斷地去了解這個世界 因為你不了解這個客觀世界 你就很難在客觀世界生活 你為了想了解客觀世界 或者你想生活 最初 我都不是知道那麼多東西 但我出生背著臭皮囊 就要生活最基礎的東西 都會推動你要求生 求生意志是每個人都有的 你有求生意志 你就會去掌握這個世界的規律 當然 現在我們提供給… 當然年輕人可能不同意 我說已經給成長的過程中保障太多 反而… 年輕人應該很同意 不是 我說不要給那麼多保障 就是他們才開心 不要給那麼多保障 他們就要求生 就像你以前的 輸了一顆 所以他問我… 那些人跟我說 師先生 你這間公司可不可以… 我叫他自己出去找工作 找他暑期工作做一下 人家不請暑期工作 裝作不是暑期工作 那你才知道實際的工作 實際是怎樣的 當然很多人說 我想做管理工程師 一間公司有多少管理工程師 我做過工廠摘工 其實就是搬運工人 我又試過玩具廠和公仔梳頭 又去過打磨那些廠做餐具 我覺得都學很多東西 起碼明白了有些工作 原來很沉悶 同一個動作要不斷地做 每天做八個小時都是這樣 都是對這個世界認識 沒錯 所以勇於去接觸世界 勇於去做新的嘗試 嘗試 去體驗 勇於去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這個很重要 真的就會學習到東西 今天非常感謝師先生的分享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多謝大家 對方 聯繫